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来到全日总结 身边嘉宾依然是我们的事务总监 郭思智 郭尔在这里 郭尔你好 跟你先跟进今天收市A股方面的表现 看到上证指数跌了51点 收报在3210点 深正成之跌了98点 收报在11150点 至于护心300指数 跌了47点 收报3434点 看到三大指数的跌幅 介乎0.87%至1.59% 换言之来说 依然是稍微微调当中 看到内地股市继续要跌 明明金阻来说都高开 但看到中金融股要下跌的情况下 都拖累到股市向下 其实未来有IPO 即昌就会开始 存在资金的压力 其次看到人民币不断贬值 还有两庸业务继续受到监控 不单止中资券商股受影响 还有内银内险 间接受到影响 A股是否暂时缺乏利好消息向上 要继续沉底 郭先生 说真话 整个A股升了不少 上证指数在去年10月27日 最低见过2280点 从那一刻开始计算 近期的高位3406点 其实在这段期间 上指已经升了1126点 相对来说接近50% 你升了50%的股市 为何不需要消化和整固 问题是这个消化和整固的时间要多久 还有回吐的幅度到底有多少 先不要讲时间 先看看幅度 1月份的高位 第一个高位是9日34805点 跌到19日低位3095点 接着后抽即反弹 上回23日34806点 简单说 34805和34806点 漸漸形成了一个商顶 不过现在未能确认 但当指数 即是上指 如果有一天跌穿3095点 就出现了两个讯号 第一 确认了小商顶 此其一 第二 升了1126点 终于出现一个正常的调整 你要回调三分之一或多些 技术上来说 他仍会再走多一点 在那一刻 比较具防守性的支持 将会退守到 去年12月25日的低位2,992点 但直到现在这分钟 上指仍然走在3,095点到3,406点中间 他就是不肯作一个明显的回调 好了 你今天不跌 下星期一不跌 不是遲些不会再跌 刚才提到 IBO重提 这会拉动市场资金的紧绝情况 第二 过去庞大的成交金额 刺激到股市 不断向上攀升 但现在中证监 已经开始看两融的问题 两融即是融资和融券 先不要说融券 先说融资 融资就是香港做孖展 不断做孖展 先加大购买力 将市场不断推升 其实很容易令人陶醉 而且觉得市场只升不跌 是不会跌的 我放多少钱下去就赚多少 放得越多就赚得越多 其实这点归类是投机的心态 股市有什么可能不回套 不过只是说 你钱多 你资金不断涌入去 就令市场欲罢不能 升完可以再升 但这些上升 在我们的技术分析来说 多多少少是有消耗性的 就是说 你越多钱去买 市场就越升得越多 但越升得越多 你跟随需要的资金 就将会更加多 很简单 你不断有钱流入 当然没问题 提到这点 不妨说内地的民间存款 其实达到116万亿人民币 根本上是天文数字 只要有10-15%的资金 是不想放在银行收定存 或者买一些理财产品 是愿意入市 去做一个投机性的炒作 也好投资也好 这里牵涉的资金 已经是十几成二十万亿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上海股市总市值加加万万 大概是14万亿多些 深圳的股市加加万万 约是24万亿 两地加上 大概是38-39万亿 好了 让你买到的股票 我当一半 好吗 约是接近19万亿 19万亿 当然是天文数字 但是 你相对民间储蓄存款 达到116万亿来说 那些算是什么 换句话来说 在内地的股市 由于成交 或者大市的小头 交投好的时间 有80%的资金是来自省户 反而机构性投资者的主导性 只有20% 好了 如果一股炒作的气氛是刺激的话 大部分的投资者 都来自省户的投资者 都参与的话 升势可以爆炸得很厉害 因为后面有庞大的资金 你越升 那些钱就越买 越买它就越升 一定是这样 反过来 如果中正监要查一查 融资相关的买卖 那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如果你说50万以上开户口 借钱来买股票 是合法的 这个例是规定了可以这样做 但反过来 你拿25万 30万的钱 你多买10万或15万的股票 老实说 他例出了 要50万楼上施海做融资 50万楼下是不准的 你个别的证券公司 如果违规的会怎样呢 第一 令你三个月之内 是不准给你再开这些融资的户口 即不准再开孖子的户口 中信证券是其中一间 第二 已经借了那些 不准你 你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的问题很简单 借了钱买那些 打电话给你 中证监现在出声了 你来20万 你买了30万个股票 买大多10万元 不准你入10万元给我们 有的当然没问题 没有又怎样呢 没有都没问题 你就沽货 减绑 套现把钱还给捐商 这些情况会出现两个情形 第一 想买那些一定却步 明知以前一直买大都没问题 现在买大有问题 多大都不买 况且还有年关前 资金的流动性一定在拉紧 还有IPO 还有在过年前 六年前 A股还有一段时期是优势 很多不明朗因素 令到投资者 或者比较积极性的投资者 都会稍为却步或者观望 但问题是 已经买了那些 老实说 如果你没办法填补孖战 你一定逼着要埋货 所以我觉得 在这段时期 A股的势头会比较反复一点 但无论如何 一个冲高 一个市顶格局 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剩下的 先看看3,095点的支持是怎样 一旦跌穿了 比较具防守性的支持 真的要退守到2,992点 这是去年12月25日的低位 暂时来说没有问题 跌穿3,095出现了2个讯号 第一 一个小商顶已经燃在 短期破顶 就要看成交禁压 说明融资那边的问题 有监管 开始看 你何来动力 第二 如果13,095一旦失手 即是一浪高于一浪的形态 已经出现变化了 那一刻就算不大跌也好 你都要有一个正常的调整 这些大家要留意 内地股市以近全日的低位收市 港股方面 下午回来都跌势急转 恒指方面最多跌超过140点左右 但见到今天收报在24,507点 全日来计跌了88点 国企指数方面都跌15点 收报11,720点 大次成交 就没有之前那么兴旺 见到有851亿 先问回郭sir 见到今天来说 恒指是跟随外方面一番高开 美股方面是升 但见到内地方面做得差 港股都不能独善其身 港股的势头是否在審慎为主 放慢了 因为今天日中的低位 已经跌穿10天平均移动线 一旦跌穿10天平均移动线 代表整个组沉顶的事势 已经转移为反复代变 由去年12月17日的低位 22,530 升到今月27日的高位24,995点 恒生指数已经升了2645点 急升过后 有少少少消化和整固 有什么奇怪 如果10天线失守的话 意味着下一个防守性据点 将会退守到20天线坐的水平 若望是24,200点坐的 升了2420点 跌回6、7、8点或7、8、8点 都是很正常 不论一月份是先低后高的 但现在的形态 到二月份是有利于月初先行稳 技术上调整的低位 所以暂时来说 我认为卖本会稍微保守和却步 顺带一提 整个大市的格局 虽然是有少少反复 但由于指数 直到这一分钟 都是企稳在去年11月17日的高位 24,313点之上 即是一个突破了的形态 这一分钟是没有变到的 如果就算再落深一点 都只不过技术上升后会回涂 大跌的机会我看还是未 好 谢谢郭Sir长迅的分析 跟大家稍微跟进去南铁股 看到今天做得最差就是豪赌股 看到就是银鱼以及金西 都是今天来说跌幅最大的股份 分别跌3%和接近3% 至于做得最好的股份 是恒安国际1044 看到今早来说破了顶 高位见过92.35 今天收败在92.25 都升了接近4% 继续有大刊抢好大量赌股方面的走势 好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郭Sir跟你做回申报 刚才提及股份或者指数的相关资产 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有的 好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有得国语的节目